大家好,我是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的朱磊教授 最近,特别是这两天,在世界各地疫情又有爆发 这个非常容易引起很多人的恐慌 有的人甚至说会不会来一次全球的危机 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的餐饮业、旅游业、零售业 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这些冲击导致很多人非常焦虑 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 当你的恐惧、惊慌、烦恼升起的时候 首先一定要在家里找到一个能够使自己安静下来的空间 如果你没有条件,家里有个书房 可以先花点时间把书房打扫干净 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让你一看到就心烦的文件啊 书啊,没有白好的笔啊,没有用的东西啊 都丢一丢,清一清 让自己有一个能够安住、放松、宽阔的思考的地方 那么在这么一个平静的状态里面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思考 现在要面临的最重要的是哪些问题 我现在的现金流可以支持多久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产生收入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减少费用支出 企业开工以后怎么办 现在怎么样开始提前做一些准备 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完成放松的状态下 思考这些问题 通常啊,你这样做三到五四来来回回的练习以后 你会找到一些方法让你不那么恐惧 甚至很多人这样做完以后 恐惧就完全的离开了 渐渐的呢,你就知道 怎么去面对内心的一些烦恼 怎么能够恢复到一个平静状态 更有智慧的做正确的决定 在疫情过去以后 这可能成为您事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宝贵的财富